嗨,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 那上一节课呢 我们简单的写了一个用户注册的程序 表建好了,程序写好了 那么它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 我注册一个章3 新闻章3 email是这个,我首次注册 我们再看看这个程序 表里没有数据 我们第一次注册 看到没有 注册结果为初 表示我什么 注册成功了 我们看一下 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 Row 一条记录 Rowcase章3 下面email UID UNAME 那么同理 我再进行注册一下 再注册一下 我看它 如果这时候它显示一个失败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这个注册是成功的 对吧 显示一个失败 我们说明我们注册成功了 那我们再来运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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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对吧 那我们再来注册一个李四 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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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注册 我们再来注册 来成功 我再注册一次 是吧 是吧 好 那我们再来 再来注册一个王五 我们再注册 我们再注册三个人 好 那么这个注册呢 我们算是调通了 是吧 那第二个能发布消息 发布消息呢 就更简单了 是吧 那我们同理啊 同样的这个方式 我们来建一个什么 我们来建一个 建一个 interface send message dao 那这是什么有个对象 是不是 哎 我们一样的 这是你建个对象 message 是吧 里面什么呢 我们这个 谁发的总的有吧 是吧 我们简单一点 是吧 发什么内容 总的有吧 我们就用两个字段吧 好 那我们传一个message进来 send message 然后呢 我们这是干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还查询一下 query 对吧 message by useid 这两个是要吧 我第一个发 第二个查嘛 查询所发的嘛 那么我们再来 哎 运行 send message send message 那一样的啊 我们这边还是一个什么 还是够造函数 够造函数 用 to the message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里吧 对吧 get table put就可以了 是吧 put newput 这里面 rokey的设计方式就不一样了 我们来这里面重新做一下 rokey等于什么 等于 md l sok o agriculture 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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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把它删成为MD5,做定长值,是吧 sendMessage.getUseID to add 这是一个什么? 这反文是一个字不穿 to bit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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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rokey put.add Column是什么呢? Column就是UID 是随发的,是吧 那么这个是一样的,是吧 getContent 如果遇到异常,我就返回False,否则我就返回True 那我们再来写个测试程序看一下 我们就把这个改一个就可以了,是吧 Messa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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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Message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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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D Message 还是什么 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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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 Send 发送结果 我们是不得先去创建这么一个表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运行它了,是吧 运行它了 发送结果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 果然,是吧 哦 这个错了 UseMessage 是吧 有了 有了 那么再来发个张三 3 6 6 是吧 我们再发个 李4 李4 123 好 那这个发送呢,我们都已经结束了 哎,我们看在里面 哎 有张三 有李4 是吧 哎 我们再来王5吧 王5 王5 123 啊 王5 4 6 啊 总共6条记录,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看,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看,是吧 我们还是去查 每个人只能看他自己发的内容,是吧 总共6条记录,哎 5条,是吧 张三 啊,李4就搞了一条,是吧 啊,就5条吧 那我们 啊,现在要去写个程序 根据用户的ID,来查他本身的,他画的内容 怎么办 对吧 那这个我们在下集课去讲,啊 这集课呢,我们先到这里,啊 下集课我们去讲,如何根据用户ID,查他发送内容 好 那么这集课先到这里,啊 大家呢,客户根据我写的这个方法啊 自己也去模拟写一遍,啊 模拟写一遍 有助于加深印象,好 那么这些课呢,我们先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